原标题 TVB时候参加活动 见到小朋友感动落泪 圣诞节将不用开工拍剧 TVB女艺人胡定心 这日就到了沙田出席探访活动 这是胡定心第一次亲身到现场探讨 那不知道首次到场的胡定心有什么感受呢 胡定心就表示 他有跟病同的母亲聊过天 每当对方一说到很感触的时候 自己也要忍住眼泪 不可以流眼泪 期间也说到这个小朋友 很喜欢胡定心在城寨英雄里的打戏 还问他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不过这时候胡定心已经忍不住眼泪 要被对着镜头擦泪了 胡定心直言 我也有问小朋友想我什么时候再来 小编想这个小朋友一定会很开心 当他听到胡定心的这个回答的时候 胡定心又继续说下去 我想或者我应该可以 在圣诞节叫我的那班兄弟姐妹一起来唱歌跳舞 那你是不是穿戏服打拳了 这样也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也想给一个希望给他 不过作为艺人 胡定心时间那么紧透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 胡定心也透露了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和郑家影 以及郭静安一起到美国的三番市灯海演出 不过胡定心就透露了他会在24号平安夜回来香港的 那不知道今年的圣诞节 胡定心是会怎样度过呢 究竟是开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胡定心谈言 我今年的圣诞节不用开剧 所以我就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和你的姐妹们一起过吗 不知道他们有的要开剧 有的又不在香港 那你是不是给机会给追求者呢 我还是去做善事吧 记者还是不肯放弃 就跟胡定心说 去做善事 也有机会认识了男朋友 胡定心就笑颜这两件事 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你们是不是看电视剧太多了 对于定心的事业 现在大家更关心 就就是他的感情了 胡定心今年也已经37岁了 难怪大家都那么关心 他夺得感情生活了 胡定心于2001年 参加了第18期 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 但是在训练班毕业之后的胡定心 并没有马上与TVB签约 而是在2004年 胡定心还正式签约成为TVB的旗下艺人 2003年 胡定心也在冲上云霄 牛郎之女 西关大少 等等的多部电视剧中担任配角 而令小编最胡定心有了第一印象的剧集 就是冲上云霄 胡定心在里面把那种刁满任性演绎的十分出色在此后的很多年底 胡定心在TVB也拍摄过很多部的电视剧 一直在二三线徘徊 而胡定心在那个五花盛开的时代里 他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上位机会 但是胡定心也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坚守在TVB 胡定心也终于在TVB等到了他的上位机会 在这几年里 TVB上一代的花旦相继离开 不是去了读书 就是结婚生子 要么就北上发展 这时候胡定心就得到了上位的机会 他也凭借着鬼童女奥剃以及承战英雄 连续两年获得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里的最佳女主角士后 而近两年 胡定心也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了 他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了